欢迎来到分享沙龙的咖啡时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人生的旅程 这就是生活的旅程 像小孩子一样坐在天地创造者的肩膀上 他带领你脱离埃及的奴役 进入应许之地的永生 旅途中的一切都是甜蜜而美好的 只要你用爱去拥抱它 即使是痛苦的经历 当你上升到一个无法想象的高注时 这种痛苦可以洁净和提升 你的身体和灵魂 即使是那些因你的过错而跌倒的道路 神也温柔地带领你走过 因此这些经历也让你更靠近它 人生的每一站都是离开你的埃及 就是禁锢你的地方 从内心冲突的海峡 进入宁静的开放空间 通过世俗浮躁的狭窄之地 进入与上帝合一的广阔平云 神所要求的只是你紧紧地抓住祂的手 做祂吩咐做的事 祂的同在成为你的依靠和力量 就是这么简单的信心 带领你领受天与地的美丽结合 悄悄地走进这位宇宙的创造者 静静地欣赏他为你所写的每一个故事 帮你读书 帮你成长 期待开启更多的奥秘 也欢迎订阅分享 Shalon Sherry 给予一个祝福的赞美 愿神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